南海的总体的形势是平稳的 没有发生大的争议 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这是各个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还有争议 这个争议 总体上中国和东盟国家 特别是南海周边的国家 都在进行协商 真正在后边捣乱的是谁呢 一个是美国 第二个是美国又拉着上他的小兄弟 总的来讲叫什么呢 叫域外国家 它域外国家在挑起争端 主要还是针对中国 美国它搞所谓的叫航行自由行动 你搞自由行动 完了以后到我们南海岛礁附近 临近海域和上空 进行抵近侦察进行军事活动 前一段不是又有飞机到了我们南海 我们南海的飞机 我们自己的战机对它进行驱离 它认为我们什么又是不专业了 又是什么了 我认为就是太专业了 如果不专业就撞上它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飞行员 是按着合法合理合规 是按着规则进行来的 我认为太专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